第四季节目 上海七一冠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圣殿 黄埔江盘盛装成现 全国票务专线 021-6048-4566 156-3888-1000 他们是中华舞台的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洪翔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23日19点35分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圣殿 上海体育馆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武林峰 中国勇士飞跃万里 举世远征欧陆之角 主场观众热情爆棚 出国选手战力激增 重拳重腿的擂台四杀 势均力敌的惨烈对决 在这个大西洋变 激情肆意的国度 国际勇士们将带来 怎样的视觉盛宴 我们是飞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武林峰环球全网争霸赛 葡萄牙战 全新征程 迎风替航 葡萄牙 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和宠儿 在今天的葡萄牙国企 和国会上面 有金色的浑天仪图案 它见证了航海家们 环球探险 和开拓新大陆的历史 坐落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文风貌 葡萄牙人热情喷芳 在中国人眼里 他们的足球最具有代表性 飞鸽 塞罗 他们在绿营场上的舞蹈艺术 令人如痴如醉 而另一种激情运动 搏击同样深受葡萄牙人民的欢迎 此次比赛是由 WLF与葡萄牙赛事DFN合作 并在葡萄牙国内全程播出 武林风首次出战葡萄牙 训练团队与运动员们 对当地的饮食 气候较为陌生 迟迟无法进入最好的状态 尽管如此 中国勇士们依旧在练习场上 拼搏训练 降重 力求让身心尽快地适应这个城市 赛前撑中方选手也毫不示弱 部分扑方选手在武林风的擂台上 已是熟客 观众并不陌生 而在此次比赛的擂台上 双方的对抗激情四舍 加上堪称完美的主场氛围 他们拼尽全力 战斗力爆表 与之前在中国的客场表现 盼若云尼 近年来 武林风在欧洲 不断开拓新的赛场 足迹已经踏遍德国 荷兰 英国 爱尔兰等 而此次葡萄牙之旅仅仅是个开始 期待明年的武林风 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 这里是葡萄牙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稍后登场的是 57公斤级 陈启聪对约翰共萨尔维斯 60公斤级 王文凤对鲁伊布雷西诺 94公斤级 唐飞对约翰查帕斯 75公斤级 孙维强对法比奥特谢拉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 葡萄牙战 精彩继续 我们这是在葡萄牙南部美丽的 阿布图菲拉为您呈现 WR孤立峰首次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那么首先我们进行的一场 中国队葡萄牙男子57公斤级比赛 有请本场比赛蓝方来自中国香港 2014年WFK57公斤级 肩腰带拥有者 2013年亚洲拳王争霸赛 有请陈其聪冲 今天登场的是中国香港的陈其聪 来自香港福德拳馆 3G93站7次胜18负 FREEDOM DANASZONG 我认为TuttiToni 我认为你的伴依旁边的 Joao Portachaves Gossalves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发展 需要走 통水分 man tracks 戴啊 局 我们就会只得齐 我们需要全部支持 我和我的 organization 我们来与获一下 来到 itself Gre Dag 拿来我们所有的球资 最神秦罗的巨星 五郢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洪奖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23日19点35分 2016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上海体育馆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二部费拉为您带来的 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的比赛 目前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57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也就穿着这个黑橘相间短裤的 这是来自葡萄牙的本土选手 约翰 共撒尔维斯 而他的对手穿着红色短裤的 这位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 陈氏兄弟之一的陈启聪 陈启聪目前是93战70胜 而2014年WFK57公斤级的金腰带 也是2013年亚洲拳王者马赛57公斤级的金腰带 在陈启聪的拳馆呢 也是这个很擅长泰拳打击的 这样的风格的选手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擂台上 我们可以看到陈启聪 包括他的兄弟陈启迪 两位选手呢 都是这种态势风格比较明显的 而他的对手约翰 共撒尔维斯呢 是来自这个葡萄牙本土的这个选手 训练搏击已经有四年了 后手的摆拳 前后手的轮摆 我们可以看 在这个白色手套显着这个 手比较大的情况下 这个拳法的轮摆的这个 观赏性呢 就会更强一点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 是属于法鲁大区 是这个欧洲非常著名 也是葡萄牙非常著名的 美丽的这个海滨小城 度假胜地啊 这个地方是面朝着大西洋 我们可以看到一上来 这个陈启聪的这个启动速度明显 不如对方快 好像是需要热身 而这个泰式的风格呢 可能也是需要慢慢的打 但是在我们这个WF的规则上呢 如果你的这个进攻过于缓慢的话 特别是像这种泰式风格 慢热型 会被这种风格比较快的 T拳风格压制 李早 这个57公斤的这个级别 在我们这个武林峰的擂台上 并不是非常多见 但这个级别在香港 澳门或者东南亚的这个级别 其实是非常强的一个级别 后手前手接顶膝 我们可以看约翰 郭纳尔路萨维斯 这位选手的这个打法 还是比较明显的这种欧式风格 连击很明显 而且把自己的上身 斜上斜下的面对对方 这样的话 非常容易打出自己的这种 外摆型的进攻 比如说后摆子摆拳 还有扫西 一个后摇闪 前手 非常漂亮 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 郭纳尔维斯的这个整个的拳路 前手的刺拳 控制陈启聪的这个距离控制得非常好 而且后腿的这种扫踢 或者是顶膝 也对陈启聪有一定的压制作用 到目前为止 陈启聪的打击 效果并不是非常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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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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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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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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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击倒了 5秒 我们看这支后摆拳是击在了头顶的上半部分太阳穴的部分 头盔弃拳了 拳拳了 那这样的话对方约翰查帕斯拿到了这场94公斤级比赛的冠军 用自己的重拳 唐飞现在放弃比赛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头部应该受到了很严重的重击了 约翰查帕斯也希望我们的唐飞能给我们在后面的比赛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我们在这场上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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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WRF五立峰 环球前王争霸赛 首次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那么下面这一场 中国对葡萄牙 男子75公斤级比赛 又请本场比赛蓝方 来自五立峰训练营 孙伟强 这里是葡萄牙 我是孙伟强 下面是我的比赛 不要走开 你们能吗 你们能吗 我看你 你这也有什么 我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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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孙伟强 是 是 让个人们的 作为 我叫 Fábio 我叫FabioTeixeira 我叫FabioTeixeira,我认为32岁 我认为14岁 我认为14岁 我认为每个人都在这场活动 我认为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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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可以获得 好球 好胜 ampl,我们开始了 我们将しく一切 各位女士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峰 環球全王正马赛 走进葡萄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在阿尔普菲拉为您带来的是 男子75公斤级的比赛 红方是来自葡萄牙的法比奥特希拉 而蓝方是来自中国的黑色风暴孙维强 孙维强也是我们观众非常熟悉的擅长重击 打法非常的稳健 而他的对手法比奥特希拉 本次也是在泰国曾经取得过金腰带的选手 水平是很高 而且泰式打法非常出色 在葡萄牙这个级别中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之一 孙维强作为黑色噩梦的孙维强 也是更擅长这种打重击重打的方式 所以这场比赛一定是一个赢刻硬的比赛 我们看双方的全每一腿的打击力量十足 孙维强本人也是我们WF75中心级洲际冠军 孙维强的连接 对方的扫踢的力量很重 我们看孙维强怎么应对 孙维强的拳法是非常的好 而且在后手拳的力量是很足的 对方也是一个擅长力量打击 孙维强打进去 没有成功 从身高上孙维强要1米78 对方要1米83 又比对方高一些 对方现在保持移动 而且是一个反架选手 那双方就看谁的后手后腿了 后手拳接前腿 孙维强后手击中 低头摇闪 后手摆拳 后手前手连击 击倒了 我们看对方还能不能打 看来问题不大 我们都没有想到 孙维强面对这么强的一位选手 孙维强连击 看能不能把战果扩大 对方应该是受到了重创 对方应该是受到了重创 我们看 在同一回合已经被独秒两次了 在我们WF的规则中 同一回合被独秒三次 对方不打了 弃拳了 孙维强非常的漂亮 以绝对性的优势压制了这场比赛 非常的出色 孙维强飞色热梦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秘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后手前手接后手 直接击倒了第一次 对方的扫踢的力量也非常的好 孙维强后手 我们看已经有一些猎气 后手前手 后手 第一代结果蓝方舍 中国勇士飞跃万里 举世远征欧陆之角 主场观众热情爆棚 国国选手战力激增 重拳重腿的擂台四杀 势均力敌的惨烈对决 在这个大西洋变 激情肆意的国度 国际勇士们将带来 怎样的视觉盛宴 我们是真正世界的中国勇士 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 突盗牙战 全新征程 迎风气航 全新一代本期节目为您带来 全新制造 六十三公斤级 世界功夫王者总决赛 迫在眉睫 严寒冬季 太拳王帕昆 降众将面临严峻考验 新战天下 中国勇士远征英国 全新规则 KTMMA比赛 白额尔敦仓 能否完美收官 我是新人王 六十公斤级资格战 高松 周标 短兵向谢 冯亮 王雪涛 火力全开 精彩内容 近在武林峰之全新一代 十二月十三日 敬请关注 他们是中华舞坛的 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红翔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 三位巨星首度连美出击 元月二十三日 十九点三十五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上海体育馆 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 岁漠山城 武林峰再起硝烟 所有最闪耀的搏击明星 将集体登陆上海滩 他们将在这座中国最时尚的都市 上演一场空前绝后的搏击盛宴 元月二十三日 上海体育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黄埔江盘 盛装呈现 全国票务专线 零二一 六零四八四五六六 一五六三八八八 一零零零零 他们是中华舞台的最闪耀的巨星 武僧一龙 四神方便 中华英雄王鸿响 三位传奇 三段史诗 如今三位巨星首度联美出席 元月二十三日 十九点三十五分 二零一六 武林峰全球功夫盛典 上海体育馆 全球首映 空前绝后的三巨头